宝贝们,你们好,欢迎来到故事奇遇记,我是小安妈妈,我们又见面了,今天呀,小安妈妈要继续讲和睡觉有关系的故事,那今天我要带给你们的这个故事名字叫做,稀里哗啦,噼里啪啦,乍听上去,这个故事的名字好像和睡觉没有什么关系,那究竟有没有关系呢? 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吧 每天晚上,黑夜都会准时来到池塘边 每天晚上,吉约母都有点害怕 睡觉了,小青蛙,青蛙妈妈说 吉约母走到门边,看看家门是不是关好了 然后,她跟着妈妈在水里,跳啊跳 只要妈妈在身边,吉约母就感到很安心 在洗手间,吉约母洗了脸,洗了手 她还刷了牙 妈妈站在一边,听着她刷刷刷地刷着牙 她自己穿上了睡衣,妈妈帮忙扣上了扭扣 睡觉前上个厕所,妈妈低声说 妈妈知道她的小青蛙非常害怕黑夜 爸爸会来给你读一个美丽的故事 爸爸来了,吉约母靠在爸爸的怀里 她多么希望这一刻永远持续下去呀 晚安,吉约母 别害怕,爸爸在,就在你的身边 现在,我去叫妈妈过来,给你一个晚安吻 爸爸抱了抱吉约母,走了出去 妈妈,再抱抱我,再吻我一下 再吻我一下,再抱一下 还要 你太夸张了呀,我的小绿球 睡吧,现在 我把走廊的灯留着 像一只小睡鼠一样,睡吧 我自己一个人待在我的房间里 吉约母想 自己一个人躺在我的床上 我的心里,也只有我自己一个人 我觉得,我听到了一些声音 是谁在我的床底下发出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个来自水中的妖怪 一条长有羽毛的蛇 还是更让人害怕的一个水手的骷髅架 吉约母越想越害怕 她起床走向爸爸妈妈的房间 爸爸,爸爸 吉约母小声叫着 醒醒醒醒,有东西在发出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爸爸睁开一只眼睛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啦 他低声问 但是,我的小青蛙 那就是夜晚的声音啊 快回去睡觉吧 睡吧,我的小绝母 爸爸说 他让小青蛙闭上眼睛 别害怕 当你再次睁开眼睛 天就亮了 但是天还是没有亮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一直都在 吉约母又躲到了爸爸妈妈的房间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还在那里 够了,吉约母 已经很晚了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 不在你的房间里 这个时候 他也睡了 爸爸 呱呱叫道 吉约母 又一次自己一个人待着了 真正意义上的一个人 他颤抖着 轻轻的滑进走廊 妈妈 我很害怕 妈妈 醒了过来 把吉约母抱在怀里 吉约母 睡在了爸爸妈妈中间 终于 她能睡着了 但是 爸爸开始睡不着了 因为吉约母的腿 不停的乱动 累坏了的爸爸 穿过了走廊 睡在了 吉约母的床上 他刚睡着 就被一阵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吵醒了 那是什么 爸爸回到自己的房间 找吉约母 快 吉约母 我们去外面看看 是谁在发出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的声音 爸爸 小声的和吉约母说 在漆黑的夜色里 爸爸和吉约母 游向一片大大的睡连夜 稀里哗啦噼里啪啦 他们在寂静的夜色里 听到了这些声响 稀里哗啦 一只燕鼠 在挖他的画廊 叮咚叮咚 一只夜音 在欢乐的歌唱 一条银鱼 跃出水面 又沉入水底 吉约母 看着夜色 笑了 你知道吗 爸爸 我想 我再也不害怕夜晚了 吉约母和爸爸 一起睡着了 在有着水的声响的摇篮里 在稀里哗啦 噼里啪啦 的节奏里 睡着了 好了宝贝们 那今天的这本 稀里哗啦 噼里啪啦 讲到这里 就结束了 在这个故事最后 我们会发现 原来呀 这些稀奇古怪的声音 并不是什么怪兽呀 怪物呀 发出来的 而是那些 会在夜里出来的动物们 发出来的 所以 宝贝们下次如果听到什么怪声音 千万不要感到害怕 好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下次再见吧